好,第七针的和第八针之间的空档又勾了一个,明白了吗? 也就是我们中间岔开六针,勾一个荷叶边,你看我把两个手探出来,你数就知道了。 好,下面这边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勾支这个第一圈长针的时候,是按照多宽的跟编织的这个位置啊,是按照多宽的距离来给它完成一针正针呢? 这个得看反面啊,最得看了,因为反面是正针一针一针的嘛,大家看啊,我们在这数一下就可以了,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是在六针的位置勾出了五针啊,一二三四五,也就是在你六针的正针的位置的上方,然后呢你勾出了五针的长针,理解这意思呢吗? 因为长针相对于普通的一针正针来说要宽一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关系,同学明白了,是吧? 好,然后我们再说侧面,因为你是沿着它的一圈来勾的嘛,然后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侧面啊,侧面你是多少行勾了一针长针呢? 给大家看,我们数着这样,按着它边上这个星星针的这个走向啊,我们从这儿来开始记 一,二,从这儿吧 二,两行,四行,六行,八行 好,八行的范围之内,我们一共勾了四针长针,看到了吗? 行与针数之间是不一样的,刚才你的五针正针吧,好像是五针正针啊,你勾了四针的长针 但这是行数呢,刚好是,刚刚教给你的啊,它是八行勾四针长针 明白了吗?按照这个规律来,它就是一个平着的状态 要不然你不按照这个规律来,一针一针对着勾的话 你跟正针对着勾的话,那完全出来以后,你的边也不是平的,就滋着了 明白了吗?另外,提示同学们一点啊 我们在所有的四个角,拐角处啊,边缘的位置,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在这儿勾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之间离得近点 要不然,包括你下边勾至这个长针的时候啊 都要密集一点,在这个角度,要不然你这个角就窝着,这样待着了 明白了吗?因为它是角度嘛 我们跑步一样,你要跑步的话,你要是跑四百米的话 内圈的学生和最外圈的学生相比来讲 外圈学生一定要绕得远的,内圈一定是很近它很快的,对不对? 所以相对来讲,外圈一定距离长,外圈距离长你已经知道了 那么我们在勾外圈的时候,这个位置一定要真数得多 理解了是不是?好,给大家讲吧 所有的细节,不会织这个球球 翻看之前我的影片,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了啊 怎样织一个圆溜溜的圆球啊 那个教程里边给大家讲的也非常的详细 好,你看,简单的手法 有同学说,哎呀,老师我就会织几个花纹 但是我也热爱编织 好了,你看,这款作品涵盖的花纹很少 实际上,你只要拧过马花,你就会织这个菱形 你的最大困难就来自于不会织这个球 这个球呢,也有教程啊 向前翻看你就能够翻到 你会一两下子勾针,会勾长针,会勾短针,会勾小辫子针 好了,你只要能看懂勾针的针法图 像刚刚你截的那个小扇子那个图啊 只要你能看懂那个 那么迅速的啊,你就能够掌握得了这种花纹 因为你已经了解了每个花纹 每个长针和支片和磅针的支片这边的比例 那么你一定能够完成得很好 你看,非常漂亮的,多穿的 极其实用的一款 披肩是大一 希望你能够学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